2022年陕西省咸阳市 发现一座新的牧丧 牧丧规模不大 但出土器物异常丰富 更重要的是考古队员确定 这一座牧丧 是他们寻觅已久的地灵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北周宇文掘墓上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大的支流为何 在北方则横跟着一座关中名山 九宗山 在古代 山之南 水之北 魏之阳 由于这里山水俱阳 古人便将这里取名为咸阳 作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 咸阳的历史极为厚重 在咸阳市区以北十八千米外的洪独园 便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 这里是汉唐时期 除陪葬地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 墓主人大多为黄金国妻 高官显贵 据了解 仅在2020年至2021年 考古队员便在这里发掘了 三千余座墓葬 出土文物一万六千件 2022年7月 洪独园再次迎来重大发现 在洪独园核心区域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座新的墓葬 勘探资料显示 这座墓葬规模不大 仅为一座中型墓葬 但其中却出土了大量珍贵器物 如陶勇 玉器乃至金器 考古队员推断 这座墓葬的主人 应该是一位北州高等级贵族 但随着发掘深入 墓制的出土 让考古队员彻底推翻了 此前的猜想 这里居然是一座帝王陵墓 地灵相比的话 它就小很多了 首先它那个 在从南向北往过比 南边的话它这个墓葬 这个墓葬的话 它只有一米六 就规模在那儿放上 你一看 这是一个中型的一个北州墓 就是没有往地灵那方面想 地灵的确定 让考古队员极为兴奋 这会是哪个帝王的陵墓呢 同时一些奇怪的现象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经发觉 这座墓葬墓室 仅有十平方米 极为狭小 一位帝王为何会使用 如此简单甚至寒酸的葬制 此外 在墓室内 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棺谷 墓主人的遗骸也不见踪影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历史早已消失在过往的烟尘中 但考古发掘作为一条线索 正引导考古队员穿过迷雾 走向一段真实的历史 2022年7月 红毒园再次热闹起来 为配合西安咸阳机场第三期扩建工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接受任务 对扩建区域进行考古发掘 这里正是红毒园的核心区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赵湛瑞 作为执行领队 参与了本次发掘任务 红毒园它这个位置是 它是夹在京河 卫河之间的 一个高亢的一个高原地带 平原地带 然后它地势比较高 然后它距离东南距离 汉塘长安城的话 是有23公里 当时在接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正在这个 也是在这个空港新城 北城 北城村附近 然后再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就是愿意给安排 说是这边有个工地 然后就比较着急 然后这边刚好 你对上人员很充足 能不能过去发掘一下 然后我说可以 然后就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了 赵湛瑞负责的区域 位于西安咸阳机场西南角 此前这片区域 已经由勘探队勘探过 共发现了13座墓葬 6个窑址和6个灰坑 其中编号为655的墓葬 受到了考古队员的极大关注 这是发掘区内面积最大的墓葬 由墓道 过洞 天井 涌道和墓室构成 考古队员确认 这是一个丹木式的土洞墓 当时勘探报告上标明这一个区域的话 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遗迹 就是一个五个天井的一个堂墓 当时勘探报告说是描述是一个 五个天井 然后是一个刀把形 平面形式是刀把形的一个堂墓 然后我就说这个五个天井的堂墓 那应该是级别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当时说把这个大墓一定要发掘好 2022年7月23日 考古队正式入驻考古工地展开发掘任务 此时他们的首要任务 便是寻找墓葬的天井 天井是汉唐时期土洞墓的重要结构 它一般位于墓葬中部 从地表直接打通至墓葬内 其主要功能是方便修墓者提取泥土 便于营造墓葬 考古队员寻找天井 便是为了确定墓葬的准确位置 从而展开后续的发掘工作 不过当考古队员找到天井 并进行发掘之后 一个意料之外的现象出现了 他们发现 墓葬天井的形质 居然与勘探报告中描述的天井形质 完全不同 就从平面形质来看的话 唐代就是稍微早一些 然后它天井的话是比较方一些 方正一些 比较方一些 然后越晚的话 它天井就比较窄长一些 窄长窄长的 然后长宽比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这个呢 它这个长宽比的话 它这个就是首先是 它比较长但是也比较宽 就是看着跟唐代天井 在平面形质上还是不一样 天井作为土动物的重要结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也有着各自的特征 这座墓葬的天井 长三米 宽一点五米 天井口上大底小 呈倒梯形 这样的形质 与唐朝各个时期的天井形质 都不相同 难道这座墓葬 并不是一座堂墓 由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太少 考古队员一时之间 也无法做出判断 他们只能继续发掘 寻找新的线索 很快 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他们寻觅许久 也没有找到 勘探报告上描述的第一天井 当时勘探报告上面 然后在墓道的这个位置 是它的第一过动 就勘探报告上面写的是 第一过动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紧接着它的北边 就是第一天井 这是勘探报告上说的 考古队员在勘探报告 所描述的位置 继续展开发掘工作 但仍旧没有找到 天井的准确位置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困惑 这个第一天井会在哪呢 此前考古队员发现 天井的形质与勘探报告不同 现在第一天井又无故消失 陆续发生的意外 让考古队员察觉到 勘探报告极有可能存在差错 当时因为那个 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 那个田野发掘工作 然后就是也碰到很多这种情况 就是说勘探的情况 和现实发掘的情况 就是有很大出入 因为地下的话 有时也会受到一些 就是一些当务的破坏之类的 进水之类的 那个地下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就是勘探也不一定很准确 为了了解牧葬的确切情况 考古队员立刻组织人员 对牧葬区域重新进行了一次 更为细致的勘探作业 而这一次的勘探结果 却让每一个队员都大吃一惊 据勘探资料显示 M655号牧葬是土动木 但它却仅有四个天井 此外考古队员还有一个 更为重要的发现 经过仔细探查 他们发现牧葬的真实形状 并非此前认为的刀霸形 而是甲字形 甲字形的话 它牧师跟牧道是正对的 基本是在中间的 刀霸是那个啥 是用牧师偏细一些 就那个偏的 就像那个菜刀那个形状 而刀霸形木 是唐代牧葬的重要特征 也就是在这时 考古队员确定 M655号牧葬 绝非唐代牧葬 那么这会是哪个朝代的牧葬呢 考古队员希望 在后续的发掘中找到答案 根据新的勘探资料 考古队员很快便确定了 牧葬的准确位置 并从牧葬南侧的木道 展开发掘 这条斜坡状木道 长30余米 宽1.5米 最深处达到10米 也就是说 考古队员需要清理出 至少200余方填土 才能看清木道的原貌 这是一项极需耐心 又极为繁琐的工作 每一寸田土株 都有可能发现文物遗存 考古队员必须小心对待 不能大意 好在发掘刚开始不久 考古队员便有了一个新的收获 他们发现这条木道的木壁 竟然十分平整 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筑 这个木葬 它这个木道呢 就是进来的时候 就我们在做发掘的时候 它这个东西两壁呢 我们在清理的时候 就清理它里面填土的时候 发现它这个壁面呢 是非常平整的 就比如说这块来讲 你看它这个壁面 如果它是原始 在这个生土壁面上往下做的话 它肯定是高低不平的 有一些坑呀之类的 但它整个这个 应该是用某种工具 给整个就修平了 它是有一定讲究的 如此规模的木道 如果全部修平 显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意味着 木主人的身份 可能非比寻常 那么它会是谁呢 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速度 希望尽早找到问题的答案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 考古队员终于将木道清理完毕 木道的形质也基本显露出来 也因如此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这是木道的平面图 资料显示 这条木道修长笔直 呈现为壁面竖直的长方形 东西两壁几乎完全平行 木道南北的宽度 也基本保持一致 都是1.5米 这样的木道特征 结合此前发现的宽大天井 和甲字形土洞墓 让考古队员联想到了 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墓丧形致 北周墓丧 北周这个国家 无论是从政治从经济 从文化上面都是落后的 因为它这个北方承认的正统 是东魏和北极 是这样的正统 是文化的 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代表 那么北周呢 主要是由宪卑人建立的这个国家 它这宪卑人是占大多数的 那么在它这个王朝之内呢 又受到了非常这个深度的汉化 它实际上是一半鲜卑化 一半汉化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它实行的制度 都是实际上都是中原传统的 这个汉文化的制度 但是它的军事特征呢 又带有很浓厚的 这个鲜卑化的这个色彩 北周南北朝时期 以一统北方的强大王朝 公元557年 西魏众臣宇文户 逼迫公帝退位 宇文士族建国 国号为州 史称北周 公元577年 北周五帝宇文雍攻灭北齐 一统北方 公元581年 北周大臣杨坚受善 代州称帝 改国号为随 北周灭亡 这是一个存在时间 仅有24年的王朝 北周王朝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就是比较历经图治 它有比较远大的理想 它是想要统一中国的 这样的动力 所以它在各个方面都比较节俭 把有限的国力使用到军事上面 所以北周的军事就比较发达 相对于北齐和南朝来说 就比较发达 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 北周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为隋和唐的统一全国 为隋代的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据考古资料显示 隋唐的制度 沿袭了大量北周时期的 典章规范 军田 府兵 法律 封决 乃至丧葬 几乎都受到了北周的影响 带有封建制度性质的天井物 便是由北周沿袭到了隋唐时期 那么M655 这座一开始被误认为是唐木的墓葬 会是一座北周墓葬吗 由于目前尚未有弃武出土 考古队员也无法贸然做出判断 不过在墓道的北侧 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墓葬结构 能够帮助他们判断墓葬的年代 那便是过洞 过洞是土动物的重要结构之一 两个过洞之间便是天井 与天井不同 过洞的上方是生土 并没有与地面打通 是上有附土 下有川渡的形质 过洞的样式随着朝代的更替 有着不同的特征 找到过洞就能确定墓葬的准确朝代 考古队员立刻对过洞展开发掘 希望凭借过洞的形制 判断墓葬的年代 终于在经过漫长的发掘之后 过洞的顶部显露出来 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 这个过洞的顶部弧度较平 与唐代过洞的形制完全不同 而这正是北周墓葬过洞的特征 北周它这个墓葬 它这个过洞顶部的话 是顶部的这个弧度比较小 就是顶部是接近比较平的 然后唐代它这个墓葬的过洞的话 弧度比较大 就是顶高比较高 大家看这个是 整个坡都是比较平的 整个就基本上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形质 唐代的话它这个起伏是比较大 基本上我们就结合它地表 天井的口部形质 还有天井它这个壁面形质 还有它这个过洞的顶部弧度 我们就会判断 这个墓葬是一个北周时期的墓葬 北周墓的确定 让考古队员十分欣喜 在M655号墓葬附近 曾发现多座高等级北周墓 在这座墓葬向北一千米 便是北周桥王宇文简墓 东北方向六千米 更是北周五帝宇文雍之墓 考古队员曾将这片区域定性为 北周高等级贵族墓葬区 能够与这些北周皇室贵族埋葬在一处 M655号墓葬的墓主人 究竟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呢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 考古队员再次对墓葬展开发掘 同时他们还分出另一个小队来到地面 执行一个新的任务 寻找墓葬的围钩 围钩是北周墓葬的特征之一 古人讲究是死如是生 他们希望逝者在死后 也能够享受生前的待遇 因此他们仿照人生前的住宅 为逝者修筑殷宅 只不过生者住宅修建的是院墙 而逝者殷宅修建的是围钩 那么围钩和这个墓葬是同时代的 就是为这个墓葬建的 它属于这个墓葬的一种附属建筑 在当时除了围钩以外 它有的墓葬可能有围墙 你比如说唐代的宜德太子墓 它就不但有围钩 它还有围墙 它甚至在门前 南门前还建立了双雀 这是一种非常完备的 高等级墓葬的形态 在M655号墓葬的西侧 考古队员就曾发现一座 拥有两万平方米墓园的墓葬 经考证 这座墓葬的主人 是北周时期的重臣窦卢恩 他生前曾多次平定战乱 军功显赫 周五第时期更是被封为楚国公 因此只要找到M655号墓葬的围钩 确定墓葬诏域的范围大小 考古队员就能够推断出 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等级 这个维钩它所形成的 这个诏域范围 在古代我们把它叫 有很多的称呼 有的叫墓园 有的叫墓田 这个墓园的面积 是有具体的制度规定的 那么墓园越大 这个人肯定是身份越高的 从这排上一排 一个人距离一米 于是考古队员立刻行动起来 为了寻找围钩 他们在墓葬周边 展开了新一轮勘探作业 碰到有五花土 坑土 你多注意一点 这个基本上已经到生土了 你这个不用往下打了 这还带一点花点 再打一下看一下 但遗憾的是 考古队员寻觅许久 也并未找到围钩的痕迹 探产中发现的基本都是生土 大量的生土 意味着这片区域 并没有人工修建的遗迹 这个墓葬的诏域范围 或许比考古队员想象的 要大得多 在扩大勘探范围之后 考古队员终于 在墓葬北侧七十余米的位置 发现了围钩的痕迹 发觉来看 无论是一些特别小的 也就是一些 我们要把它画到树面 就是比较低 低一些的小型墓葬 总长也就是个七八米 它外围也是有一个 浅浅的小围钩 然后我们发觉那些 比较大的一些 五个还是七个天津这种墓葬 它外围也是有围钩的 说明当时这个围钩 它应该是一个 普遍存在的一个地面设施 最早的时候 这个现场 它原来是一个 当地一个村子的宅基地 地面上建筑垃圾堆的特别多 它只有墓葬的北边这块 就是垃圾能够少一点 挪起来最方便 就是我们想着 把这个北边的垃圾 就是先一挪 把北围钩就是暴露出来的 顺着北围钩的痕迹 考古队员相继 找到了剩下的三个围钩 并在南围钩的中部 发现了一个 向南突出的围钩遗迹 考古队员推测 这个应该就是 仿照住宅修建的墓园大门 勘探资料显示 M655号墓葬 共有四条围钩 东西围钩长约147米 南北围钩长约105米 诏域面积达到15000余平方米 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的面积 我们在洪东园发掘的 这些北朝隋唐墓葬 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墓葬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带围钩的 所谓的围钩 就是标示这座墓葬 甚至是几座墓葬的一个 诏域的一个结构 诏域就是整个墓葬 它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 它在过去是要有一定的范围 就是标示这个 以围钩作为围界 这个围钩里面的这块土地 就是这个墓葬的阴展 就是归这个墓葬主人 所使用的这个地 这在当时是有制度规定的 那么在北周时期 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 这种面积的阴宅呢 遗憾的是 考古队员并未在墓园范围内 发现神道碑等能够代表 墓主人身份的文物遗存 但可以想象 这样庞大的墓园 绝非常人能够享用 与此同时 在墓葬内进行发掘的考古队员 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此时 他们已经发掘到了 墓葬的第三天井和第四天井 正向墓室方向慢慢推进 在土洞墓中 距离墓室较近的天井中 可能会修造一种特殊的墓葬结构 壁龛 壁龛是指在墓穴的壁面上 掏挖出来的龛洞 在土洞墓中 它一般位于天井的两侧 专门用来存放陪葬器物 此前在北周五地宇文幽墓中 就曾发现两个壁龛 并在其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遗存 因此在这两处天井 考古队员放慢了发掘速度 希望发现壁龛的踪迹 做了看有没有壁龛 它像一个摇动式的 摇动式的 一般如果是有活动的话 可能在这个活动的中间 东西壁上 中间部分 对称的这样 现在还没有做到 深度可能还不到 虽然尚未找到壁龛 考古队员却在填土中 提前发现了器物 陶勇 陶勇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 占有重要的位置 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 墓葬陶勇的使用 代表了生者 希望死者能够在冥界 如生前一样生活 因此墓葬陶勇 真实地反映了 当时社会的样貌 特别是在唐代以前 这个时期 家里的家具很少 那么贵族的生活方式 它都是豢扬很多的同仆 就是仆人 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他的出行 宴饮 包括他的起居 都要仆人去伺候和照顾的 所以他不需要家具 他要什么 只要说话就来了 就能给他端来或者拿来 所以大量的服务是靠人的 这个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以他死后也要很多的 这个勇去随葬 要延续他生前的这种生活方式 这一件陶勇 通高19厘米 头戴一顶小关 圆脸 上身穿圆领执巾袍 可略微辨认出 人勇双手置于胸前 虽然腐蚀严重 但仍旧能看出 有红彩装饰 虽然制作工艺较为粗犷 造型也颇为制作 仅速出了大概的轮廓 缺乏细部刻画 但考古队员仍旧判断出 这是一件小关利勇 可能是寄居于 牧主人家中的幕僚 或者家丁 这种伴母勇 正是北周牧藏 最为常见的陶勇类型 第一件文物是一个陶勇 然后是在第四天井的田土里面发现的 因为当时第四天井那儿有一个道洞 直接伸到牧师底部了 这个陶勇它是那种半磨的 就是和西魏的那种陶勇比较接近 然后当时陶勇一出 然后就更能确定这个牧藏的时代了 肯定是北周没有问题了 小关利用的出土 让现场稍显沉闷的气氛 变得活跃起来 他的出现肯定了考古队员的推测 M655牧藏是北周时期的高等级牧藏 不过在兴奋之后 一个问题浮现在了考古队员的脑海中 为什么在第四天井的田土中 会出现这件陶勇呢 根据过往的发掘经验 北周牧藏的随藏器物 基本都存放在天井的壁龛 和牧藏的墓室之中 并没有任何关于过洞 或者天井中放置器物的记录 那么这件陶勇又因何而来呢 此时一种不祥的猜想 出现在考古队员的脑海中 这件陶勇 或许是盗墓贼遗落在天井中的 这座墓葬可能早已被盗 来不及仔细思考 考古队员拿起手铲 加快了清理速度 希望在后续的发掘中 寻找新的线索 很快 他们在天井和过洞中 又发现了一件陶机和半个瓷碗 但此时没有人会为之兴奋 因为在这些位置 发现的器物越多 意味着墓葬被盗的可能性越大 终于在第四天井 接近涌道的位置 考古队员手铲下的土层 有了新的变化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盗洞 这张图颜色不一样 当时这个机房有个盗洞 从这个第三国洞从这儿下来去 下来以后把这个壁面破坏了 面对发现盗洞的事实 考古队员倍感失望 因为那个盗洞也挺大的 直接一下穿到牧室底部了 然后我就怀疑他这个牧室里面 就是东西应该是被盗了 隧藏遗物应该是被盗了 不过发掘仍需继续 考古队员清理完第四天井 便开始向涌道展开发掘 但当他们清理至涌道 眼前的一幕令他们大失所望 在枪里到这个拥道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他这个钻封门 他这个钻封门是在这个位置 他当时这个高度的话 残存的高度的话 就一米高一点 然后他这个宽度的话 是有个50公分宽 非常宽厚 就像一堵墙一样 专封门当时只剩下了西半部分 东半部分已经没有了 应该是盗墓的 就是给破坏掉了 封门原本是涌道的内部结构 是墓室的大门 北周时期的墓葬 通常会有两道 甚至多道封门 用来保护墓室不被破坏 M655号墓葬 虽然仅有一道封门 但它极为宽厚 如同一堵高墙 即便如此 它还是被盗墓贼破坏了 经过清理 考古队员发现 由于盗洞破坏了墓壁 大量泥土已经进入墓室 他们无法探明 墓室的保存状况 现在没有人知道 墓室是否已经坍塌 贸然展开发掘 极有可能发生危险 无奈之下 考古队员只能暂时退出墓室 寻找解决方案 正在此时 在第三天井中 执行清理任务的考古队员 传来了一个消息 他们在第三过渡内 发现了两个奇怪的横向空洞 空洞当时看起来的时候 是想着 就开始怀疑 当时最开始一出现 我说是不是那个避坎 结果到那跟前 因为离那个天井特别近 然后下去之后我发现应该不是那个 看的不是那个避坎 因为它整个太大了 还想着就是 那机工当时就跟我说 那会不会是他们那个啥 到的时候直接把那避坎给挖大了 扩大了 我说这也有可能吧 然后就说那先往下坐坐再看一下 因为空洞它整个是 虽然说是贯穿这个过洞底下的 但是它肯定是边边角角会一些印子 我说咱不这个坐开来看 坐开来看才判断 这两个空洞位于第三过洞 东西两壁各有一个 位置高低基本一致 距离地表将近四米 经勘探 空洞深度达到两米 大小刚好足够一个人进入 这与壁坎的形质相当接近 这两个空洞是否就是考古队员 寻找已久的壁坎呢 不过此前发现的北周牧丧 从未在过洞中修筑壁坎 而且这两个空洞的位置 也与常规壁坎并不相同 那么这两个空洞会是什么呢 正当他们准备进入空洞 一探究竟之时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 极为严重的问题 当时是因为这个空洞 刚好就是压在这个锅洞下面 当时因为不能掏嘛 因为担心它整个底下那个土 是空的 然后掏的话就容易 有太大的危险 所以就是出于安全 现场发掘安全考虑 然后我们整个就从地面往下 从第二天径向北 然后整个就往下去了 有四米多 就使它上面那个压力 土的压力小一点 然后再在底下就是开始 往下就直接就打通了 把它进去发掘 等时候敞开挖了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考古发掘现场的安全 考古队员暂时停止了墓葬内的发掘工作 准备就墓葬新出现的问题商讨对策 考古队已经进驻考古工地半年 对编号为M655号的墓葬展开发掘工作 并收获脱风 他们已经确定 M655号墓葬的墓主人 应该是北周时期的一位高等级贵族 他拥有长达三十余米的墓道 和一万五千余平方米的墓园 身份尊贵 但遗憾的是 根据最新的发掘资料显示 这座高等级墓葬可能已经遭到盗掘 墓室的保存情况并不乐观 同时 考古队员还在第三过洞的位置 发现了两个巨大的横向空洞 这对在墓葬中展开发掘工作的 考古队员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如何妥善处理这两个空洞 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 那么这两个空洞到底是什么 他们会是考古队员寻找已久的避堪吗 墓室可能已被盗掘 考古队员还能找到 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吗 在红独园这片巨大的文化遗址中 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考古队员正在努力寻求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